是肖美琴 我回来了 民进党支持者千呼万唤 2024大选最后一块拼图 肖美琴终于回来了 20号下午赖清德在竞选总部宣布 赖肖沛正式成军 我今天怀抱着无比振奋的心情 我参选2024总统的搭档人选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驻美代表 肖美琴大使 我一直没有觉得他在当真 所以我也没有很认真在思考这个问题 是一直到最近这几个月 他又再次提出 那我也陷入参考 早在去年1月 赖清德出访宏杜拉斯期间 就曾邀请肖美琴担任副手 但肖美琴并未给出答复 直到赖清德正式提名后才陷入参考 应该留在熟悉的战斗位置 还是迎接更高难度的挑战 不过台湾面对国际局势变化 让他决定接下重任 我在政坛上比较特殊的一个经历 就是做这个驻外的代表 那在国际舞台上有相当多的历练 那当然我们除户股之外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信念 赖清德阵营拼上最后一块拼图 距离胜选更近一步 根据网络民调总统参选人当选预测 赖清德33.4%位列第一 侯友宜 柯文哲各为27.9%和27.4% 战况焦灼 荒海创办人郭台铭则是11.3% 那恐怕是所有政党推荐的候选人组当中 我们会是最后的一组了 结果没想到我们还是第一名 短短几句话 孙暴连副手都还不确定的蓝白阵营 赖消沛完成整军 2024大选率先起跑 欢迎新闻吴志恒科举台北采访报道 世界局势变化莫测 你我都身在其中 国际间合纵连横 外交 正日 经纪力 军事 科技 无所不争 无所不战 环球大战线全方位观点 与您一起剖析战略 走进环球竞争最前线